第十一届广州南沙妈祖文化旅游节 4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南沙天后宫举行 香港霍英东集团主席霍振庭 在出席26日举行的开幕仪式时表示 希望通过妈祖文化吸引更多的港澳同胞 了解大湾区的人文历史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 同时也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 去学习了解中华文化 当日在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现场 陆丰妈祖文化祭典艺术团 进行了妈祖送歌舞表演 随后文化旅游节的启动仪式 击鼓声番正式开始 随着鼓声响起 两面天上圣母番旗和16个大红灯笼 缓缓升起 寓意着同业妈祖天地平安 还有我们特别港澳的 真的真的为了看到我们多年来的历史 所以我刚才提出来了 这个能不能加强一点 内容多一点 刚才如果能不能晚上可以表演 多的香港澳门旁边的多的朋友可以参与 没有了 我觉得很难的 每年都邀请我来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很传统 还有我们的面对海边 我觉得这个妈祖 这个意义更大 据介绍 妈祖文化是广州南沙的四大文化脉络之一 是南沙区的重点文化品牌活动 妈祖文化旅游节 每年吸引香港 澳门 台湾 及东南亚等地区的信众前来祭拜 在粤港澳大湾区 人文湾区建设中 起到重要作用 相较于往年 今年的活动 还将文化和旅游资源结合 打造了南沙文旅融合的新样板 今年的这个妈祖 当然跟往年相比 有几个亮点 那首先一个 我们是弘扬妈祖的文化 那在这个 我们天空宫这边 我们举办了一个 妈祖文化的书画 市营展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是举办了 在明天下午 我们举办了这个 妈祖论坛 那我邀请了 来自这个香港 澳门 广州的几个 旅游专家 来跟我们一起 书目画色 共同推动这个 大湾区之下的 妈祖文化 旅游发展